干嘛骑个复兴车来啊 这辆单车呢 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 是我和我的前女友 那个被我抛弃的女孩 一起买的 我今天把她推上来 就是为了向她告白 希望我们能一起骑着这辆单车 一起回到从前 那怎么会被你抛弃了呢 我是在一家酒吧工作 其中的有一位朋友呢 就想通过我买一些酒 销售给那些老板 但这事是违法的 但是她这块也是有代理权嘛 我就是帮她搭一搭话什么的 毕竟我手上有资源了嘛 时间久了 好来这一半年多吧 从一个穷响子 到一个手上有 大概都赚了有100多万 换了车吗 换了辆车 换了什么车呀 说说听听 换了辆30多万的三系宝马 挣100多万 你看看这钱来的多快 肯定得是可命的灶啊 灶 钱来的一日越来越快了 很顺工作 身边围绕我的女孩也越来越多 苍蝇就来了嘛 我还干过一件非常可人恨的事 我跟她好的时候 同时还跟两三个女孩 同时在好的 两三个女孩一程 然后我对灵月呢 也越来越的挑剔 就是看她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时不时的还说她两句 就现在想起来 我真的挺混蛋的 挺不是人 今天什么悔改的 你说钱已经造光了 已经 不如说是造光了 是生意亏本 给 对 因为我没有钱了嘛 二八呢 也是那些九肉朋友就疏远了我 而且成天 围到我 屁股后边转的那些女孩嘛 也是因为钱才跟我在一起 这肉都没有了 那个苍蝇蚊子当然走了嘛 我觉得一个人那会儿 觉得真是挺孤单的 直到那天我想起了这样的单车 才想起了我们那些往事 我真的 越想越自己 越混蛋 越不是人 春风得意时的 浪子回头最珍贵 穷途陌路时的 暂时投靠最虚伪 我受不了了 我 看我忍不住 一会儿上去抽她 真的 有些事啊 她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我觉得你就接受现实吧 别再去打扰人家 姑娘平静的生活了 浪子回头 经不换 在我看来是可以支持的 那个财富得到的时候 她什么都经历过了 而当她突然失去的时候 她想起的是她的初恋 一切的浮华 她背后全部经历看过之后 她更懂得的是珍惜 所以我们应该支持她 那凭什么要让她的前女友 为这样的事情买单呢 凭什么 对于前女友太不公平了 是不是啊 就这么一个人 就这么一个混乱 你只有经历人生的挫折 你才会反省自己 哎 我当初真的做错了 我才能够看清楚 身边都是一些什么朋友 有钱的时候为真 你没钱的时候 人呢 去哪了 你为什么说在失落的时候 才会想到你的前女友 而不是其他的 什么公体的那些女孩子呢 因为你知道你没钱了 人家不会跟你了 只有你的前女友 才会踏踏实实地跟你 这不是拿人家女孩 当一避难所吗 我要是他的话 我觉得我根本 今天我都不会来 我怎么可能接受 这样一个人呢 这个金钱挣了 可以走 再可以挣 可是这个情感 这个让女孩子受的伤害 你怎么样去平衡 诚心地来向他忏悔跟道歉 我觉得这个绝对有必要 但是你挽回他的心 这个基本上是徒劳了 所以我断定今天他的女朋友 是绝对不会来的 因为当年他太狠了 谁能够受得了 今天还能够面对你 绝对不会来 相反 我觉得他女朋友很有可能会来 因为当年他呼风唤雨的时候 他女朋友明明知道他有劈腿 还一直在旁边一直陪着他 另外是你提出了分手之后 女朋友才决定跟你分手的 所以我觉得你女朋友 他天生就是爱情原则会比较低一点 他现在来就是为了要赎罪的 想跟他重新开始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为什么不给他一次机会呢 我真想把这辆自行车 让编导推下去 因为这是不利的道具 我觉得 挺有心计的这个人 只要能把他换回来 当初你走得那么决绝 今天又用一辆自行车来勾起别人的回忆 我挺不赞同的 雕虫小技 真的要是爱对方 拿什么道具呀 别说再说 我真的把他飞下去了 真的开起告白 这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要是今天不来 你还会持续找下去吗 会的 我会去他所在的城市 直到找他为止 如果他已经有男朋友了呢 没有关系 如果他过得真好 我会祝他幸福 不过 在之前我一定会向他先道一个歉 如果他坚持不原谅你呢 你终身不娶吗 会 在他没有男朋友之前 我还会一直求他 求他原谅我 那他要是愿意跟你和好 你是不是愿意把经济大圈都交给他来管 那是肯定的 让他放心吧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那么浮夸 你这人就是欠管啊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刘月 对不起 刘月 把你的手放开 来 来来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林月 来自东北 东北女孩啊 你来了以后好像挺不高兴的 你知道你来干嘛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 因为 我们已经 两年了 没有联系 这几个月他突然 突然又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 说他现在落魄了 现在 身边的朋友都走了 然后说又挽回我 完了 我看见他这样 我就知道今天完蛋了 跟你哭什么呀 没有 就想起以前 他对我做出那些事 他历历在目啊 对 他当初做的特别绝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每月工资只够吃饭 交房租的 但是 我没感觉说辛苦啊 但是 反正很开心 因为 我感觉他够爱我 然后也够疼我 可是 就是后来有了钱之后 他就突然就像 变了一个人 每天在外面 就是花天酒地的 喝酒啊 然后 也不回家 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后来 居然是 啤土哎 然后还把 他的那些外面那些女孩 领到家里了 他还领家里边来 你还在家呢 哎呀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呢 是我我就不来 他说他现在落魄了 嗯 我说 看他现在什么样 到底什么意思 你这两年 有没有期待 等着他的电话打来 刚分开的时候有吧 刚分开的时候 跟他 哭过闹过 然后甚至为他就 差点做出什么闪事什么的 啊 还有伤啊 我看看 是这个手是吧 哎 这手真的有伤哎 这是 这是 这是什么伤啊 这是 一道 两道 三道 四道 五道 六道 七道 八道 九道 十道 十一道 十二道哎 这是你自个弄的 哎 不是 你先问一下 这伤跟你有关没有 有关 六月 你记得吗 你还记得这伤啊 我记得 真的 我当时不应该那么狠心 不应该看着你流血 我不管你 真的很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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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很后悔 我觉得我失去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损失 你别急 我给你时间让你自己慢慢说 好吧 接下来是王月的告白时间 林月 谢谢你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 也谢谢你以前对我那么的好 照顾我的一时起居 我知道你很恨我 恨我当初那么狠心的抛弃你 现在呢 我已经遭到报应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身边的九肉朋友 还有那些 因为钱才和我在一起的 对不起 我可能对不起 你真的有什么事 我就不想和你 我记得 我说你 你很想和你 我心里 你很想和你 我真是 你这样的 我怎么让你 我什么事 这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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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